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历史上的今天 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将带大家回顾历史上在6月4日发生的重要事件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吧 1792年6月4日,美国国会通过货币法案 创立了美国的中央银行及美国地银行 这是美国金融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对美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国家经济的繁荣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919年6月4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德国宣战的法案 此美国正式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一决定对战争的结果产生了重大影响 最终使盟军取得胜利 1940年6月4日,英国和法国在敦克尔克完成撤退行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英法联军在德国的迅速推进下被迫撤回到敦克尔克 此次撤退行动成功地撤出了33万名士兵 使英国得以继续抵抗纳粹德国 1942年6月4日,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途岛海战爆发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美国的战略进攻 但在美军的顽强抵抗下最终失败 这次海战被认为是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 使同盟国在战争中取得了优势 1944年6月4日,罗马斯在盟军的攻势下 从纳粹德国手终结放出来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盟军在欧洲取得的一个重要胜利 为最终战胜德国奠定的基础 1975年6月4日,英国著名女演员在丽纳州立出生 她的演技和美貌使她成为了好莱坞的巨星 并且在国际间拥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1989年6月4日,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学生运动 并在6月4日晚上进行了镇压 这次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它使中国改革开放和民主化的进程受到了阻碍 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同时也促使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强对言论自由和人权的限制 2009年6月4日 东南亚国家联盟Azien在印尼亚加达举行了一次重要峰会 在这次会议上 各国就地区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等重要一体达成了共识 为东南亚地区的繁荣和稳定做出了贡献 以上就是6月4日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 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media lab的朋友请留言鼓励 并按一下订阅啊